大家都知道八卦掌叫汤泥布 这个步法它不是一上来就可以这样去走的 在这之前它有一个基本功 是一个定式 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首先双腿向内旋紧内扣 然后双脚前后分开 同时把身体拧过来 身体像拧麻花一样 这个时候有个细节 咱们先说这个胯 它是溜下来的 整个人像一个人字形一样 不承受一点力 重心在双腿之间 力量沿着胯下 把它分散开 你的身上是不承受力的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细节 比如这个后脚跟 有时候人问 你这个八卦掌不是平起平落吗 为什么要抬后脚跟呢 因为这牵扯到中医的一个基础知识 足厚大筋通脑脊 人要把这根大筋拔起来 才会有精气神 八卦掌是以这个步法为根基 这是八卦掌的基本功 说到汤尼布呢 大家都觉得是八卦掌一上来就走圈 其实不是 在汤尼布之前呀 走圈之前 它还有一个直线 但是呢 在直线上呢 还有一个基本功 叫掰扣布 它跟汤尼布是分不开的 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当咱们走起来的时候 如果你想换一个方向 怎么办 扣布 扣布要小 掰布要大 整个人的重心呢 不要往前栽 这是一个忌讳 然后呢 整个人以脊柱为轴 不管你怎样去走 或者怎样去旋转 都要以脊柱为轴 这样去进行掰扣 这个是八卦掌的基本步法 掰扣布呢 还有一个细节 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当咱们趟到一个位置 要改变步法的时候 首先 以脊柱为轴 后部要扣 这个扣呢 身体不要东倒西歪的 也是不能破坏脊柱的轴向 扣布要小 沿着脊柱旋转 掰布要大 这个时候呢 腰胯 这个地方 不允许撅着 一定要保持直立 以脊柱为轴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咱们连续做几个 咱们再说一个细节啊 关于掰扣布的 评论区呢 有朋友给我留言说 一脸这掰扣布啊 重心就没了 容易倒 这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再强调一遍 我一边坐一边说啊 就是当你要改变位置的时候 注意看我的重心 脊柱是一个轴 你看 不管你怎么变 你这个轴是不能歪的 而且八卦掌讲的 形如坐教一般针 这里边呢 就牵扯到一个平起平落 首先 身体平稳的坐在胯上 以脊柱为轴 不管你怎么旋转 你的平衡是不会被打破的 身体不能前后逛的 不能左右摇摆 不能有上下起伏 注意到这个 你肯定能站稳 有一个关键的地方 咱们需要着重说明 比如在这个掰扣布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接受过这个训练的人啊 咱们一扣布 重心就往前栽了 这个时候不用人推你 你自己就倒了 咱们正确的情况下是什么呀 就是你的重心永远是以脊柱为轴 落在这个上下这个轴心点上的 这个时候 你不管你看我啊 你不管你怎么变 你看 你的重心 它都是沿着这个轴来变化的 你永远不会失去平衡 接下来呢 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汤尼布了啊 有个细节说一下 走圈是在直线之后 这个练功的顺序不能错 它是有一定次第的 汤尼布呢 很多地方需要注意的 我一边坐 一边给大家演示 首先 八个掌的定价 这个时候呢 有个细节 就是你的重心 在双腿之间 重心呢 以你的脊柱为轴 不能往前 也不能往后 这个一定要注意 下面呢 就是在走的时候 里圈脚 就是咱们靠后 里侧的这只 是永远是向前直趟的 然后你要拐弯怎么办 外圈脚向前趟的同时 擦着你的这个腿 前边这个里圈脚 微微的向里扣一点 然后重复这个动作 这样这个圈就走起来了 走圈的过程中啊 身体不能要上下起伏 也不能前仰后合 也不能左摇右摆 你要把你的重心 放到你的跨 这个位置 你才能保持平稳 这个是汤泥布的要点 有评论区的朋友啊 经常问我 说这个八卦掌 为什么总能绕到对方身后 而且呢 也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看到 说八卦掌 他这步法非常鬼魅 问我怎么回事 现在呢 我得给大家说一下 当对方随意向我攻击 过来的时候 首先 大家看到了一个现象 我从他身后绕了一圈 我是怎么做到的 来 咱们现在展示一下细节啊 当对方向我攻击的时候 首先 我用身体 改变了对方的这个攻击路线 然后汤泥布 里边的一个掰扣布 我卡入了对方的步法 这个时候 我只要把对方向外偏 引导 我就可以绕到他身后了 非常简单 我只需要卡住对方的位置 下面呢 咱们再说 这个汤泥布 另外一种用法 如果对方的力气很大 非常猛 像要攻击过来怎么办 好 我呢 光往这边闪身 已经不够了 对方另外一拳也到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看好啊 我往另外一个方向汤布 这个呢 也是八卦布 这个汤泥布里边的一个用法 然后上部扣布到对方身后 这个时候 我可以任意的去攻击对方 对方是没有办法转身攻击的 掰扣布的用法非常灵活 而且呢 千变万化 都是根据对方 随时调整 随时变换的 在应用的时候 一定要活学活用 临机应变 千万千万不要叫条 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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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